就不需要一直听 那有还没 就是说你对刚刚的程式 不是很清楚的同学 请看到这边 刚刚在我们 在讲回圈的前面 是不是讲if 对不对 if是不是写说 if 比如说 score等于65好了 然后我这边写if score 小于60 大于等于60 然后我就 OK 那else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写不及格 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 刚刚有发问的同学 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 OK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边 OK我设中断点 这部分 看得出来说 它为什么运出几个吗 因为score是65吧 65大于60 所以它会执行这一行 所以会运出几个 这是为什么运出几个的原因 那如果我今天把score设成55好了 好这时候呢 我在执行 你会发现说它运出的是不及格 OK OK 这个有没有问题 没有 好 那从这里开始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马上接for 因为for的概念其实比较复杂 好 我们来接why哦 好 现在呢 我做一件事 why哦 خ loose 后面 似计 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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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score是55 那我这边写说 while score小于60 然后console.rightline score等于score 然后不及格 这样子 这时候我们来试试看 它会怎么跑 这个程式跑下去会很奇怪 请特别注意 因为你知道吗 这叫回圈 但是这个回圈呢 它的score现在既然是55 所以它score就是小于60 它一直小于60 那会怎么样 它这边就会一直印 一直印 一直印不及格 OK 55 55 不及格 OK 好 就这样 它一直印 那这个情况什么时候可以跳出来 不会跳出来 所以它才一直印 那所以回圈是做什么事情 让你重复做一件事 一直做 那如果情况都没有改变 它就一直做 它就一直做都不会跳出来 好 那这时候呢 我每次呢 它不及格我就给它加一分 好吧 好 每次不及格我就给它加一分 好 这时候呢 它总有一天会及格吧 对不对 它本来55 然后下一次呢 它先运出了55 对不对 运出了55 之后呢 运出55不及格 接下来呢 它努力了一下吧 对不对 然后呢 就加一分 加了一分呢 就变56了 56回来 这个变成56 又回来 回圈就是回来继续执行 回来继续执行的时候 它变56 56是不是还小于60 是嘛 对不对 继续印 56不及格 那 它又 再加一分了 再加一分 再回来 变57 不及格 再加一分 变58 不及格 再加一分 变59 还是不及格 再加一分会怎么样 变60 60有没有小于60 没有 60没有小于60 所以这时候呢 它还会再进来印吗 不会 当它发现它是60 60没有小于60的时候 这个回圈就会被跳出来 跳到哪里 跳到这一行的后面 所以呢 就没有 就 就不会再印出不及格了 这时候呢 我们干脆就这样好了 就印一个 好 我们就印出 恭喜你及格了 好 好 那就这样 好 那这时候你会看到 OK 它是不是55分不及格 然后就这样一直加一分加一分 然后印 然后最后呢 到了60分 它跳出来 是不是 它从 等于60分的时候呢 它这个回圈就不会再进去了 不会再进去 会执行这个回圈的下面那一行 会执行这个回圈的下面那一行 执行下面那一行 也就是它会印出 是Go等于60 恭喜你及格 这样 大致上了解回圈的用途嘛 OK 那这个坏有回圈是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回圈 但是呢 因为它简单 所以它写起来呢 要多写几 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做一件事情 说从1加到10 那我后来回圈该怎么写呢 我就这样写 从1加到10嘛 所以先设一个上 总和 然后呢 i等于1好了 i如果小于等于10的时候呢 我就做这件事情 就是不要用加好了 我用印 从1印到10就好 这样更简单 点 i等于 我就从1印到10 好 这时候你会发现说 我如果这样跑下去会怎么样呢 它会当掉 就一直印i等于 i等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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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试试看 是不是一直在印i等于1 这里一直在变化 其实它有在变吧 只是因为都是1吧 所以 看起来好像 没有一直跳 那这时候呢 因为我i从来不变嘛 那但是 所以它当然就一直小于10啊 OK 这时候我该怎么办 因为我想的 做的事情是 从1开始印 然后1印完印2 2印完印3 3印完印4 那我想做的事情是这样 所以我在这边呢 我就写说 i等于i加1 当我写i等于i加1的时候 代表说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本来是1 对不对 1加1会变2 把这个2呢 又塞回给i 所以i现在变2了 好 那下一次呢 2加1变3 塞回给i 所以它就变成3了 就这样子 那我们试一次 好 试一次 你会发现 它不再当掉了 它不再一直重复 不断地印 停不了 它有停 它印i等于1 i等于2 i等于3 一直印到i等于10 然后呢 就 就 就 跳出来 因为它10不小于等于 10小于等于10 但是到11的时候 11的时候 它就不是小于等于10了 这时候11的时候 它就跳出来 所以11没有印 因为11 不会进去 所以就不会印 OK 所以这样 它 它是不是 我一开始把它设成1 然后每次加1 然后检查 它是不是小于等于10 然后呢 就 就把它 印出来 这样 好 那这个动作 写成画回圈 是不是有点 累 因为 我会先射出值 然后再检查 是不是小于 然后呢 再加1 好 那这里先说一件事 这个加1呢 我们通常 会减写成i++ i等于i++ 就是i++的意思 所以我在这边 如果我把它 直接改写成i++ 也可以的 因为它就是加1 那我就 先把这个 关掉 我再执行一次 你会发现 它其实没有什么变 一样 还是i等于1 一直数到 这个加加就是加1了 把自己加1了 好 那接下来呢 这时候 我们觉得 画有回圈 这样写 有点麻烦 如果我们想要写的 更简单一点 我就这样写 我把这个先注减掉 因为这个 毕竟我们总共写了 1234566行 对不对 6行 那我可不可以2行 把它写完 是可以的 i等于1 i小1等于s i++ OK 然后呢 i等于 好 我这样写呢 它就相当于前面那个功能 只是我把这三件事情 写在一行里面 写完了 好 那我就再执行一次 好 这三件事情写在一行里面 是不是 跟刚刚行为模式一模一样 好 一样从1开始数 然后呢 如果它是小1等于10 那就进去做 进去做硬的动作 硬完呢 就把自己加1 加完呢 就再回来继续检查 有没有小1等于10 如果有的话呢 就继续进去印 印完了 再把自己加1 加完呢 再检查 有没有小1等于10 有的话呢 就再继续进去印 就这样 所以这一行等于是 刚刚坏我回圈的这个6行 就是两行等于是6行 那功能 那功能其实 这个跟这个 其实是等 等价的 两个是 讲的是同一件事情 只是语法不一样 所以这里 语法在这里是设出值 这里是检查 是不是要跳出来 这边呢 就是 如果 下一轮的时候 要做的动作 下一轮 之前就本来写在最后的这个 那改写在这里 OK 下一轮的时候要做的动作 那所以就这样子 把三件事情写在一起 那这个功能呢 其实 以这样的写法而言 它是上数 就是从1开始一直数 12345678 那我可不可以每次数 数一数之后呢 我不希望说从12345 我希望跳一跳 就是我想13579这样数 可以哦 你只要在这边写 i加等于2 它其实就是i等于i加2的意思 其实它这边写i加等于2 等于2 其实就是相当于i等于i加2 也是说把自己加2 把自己加2的 结果会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执行结果 刚刚是1数到10 现在不一样 我们现在是变成1 然后执行完之后呢 它印出1了嘛 然后接下来它把自己加2 所以是不是变3 继续印 印完之后呢 又把自己加2 是变5 然后7 9 9完之后呢 你会发现说 i等于9 接下来又把自己加2变多少 11 变11 11有没有小1等于10 没有 就跳出来 所以不会印11 那是吧 那当然你这边可以改变 我到底要跳几格 OK 你要甚至不一定是要跳几格 你也可以把一些 一些 反正只要是要放在这个最后的那些事情 放在这里也可以 做掉 当然 大部分的情况 我们都只会做这种事情 加几的动作而已 OK 好 那这是诗意语言很奇特的语法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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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三件事情 放在一个 for里面做完 这三件事情 原本要分成 射出纸 检查 然后加加 的三件事情 放在一个for回圈里面做完 好 那这是一种 简短的写法 所以 务必要看懂这一点 好 那这样子 对刚刚的for回圈应该比较清楚了吧 好 好 那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给各位 因为现在下课休息 各位可以下课休息 好 那 好 我们休息到 11点10分 我们再继续上 好